我们都知道,大能量的爆炸通常会出现冲击波 比如,大级别炸弹爆炸,火山喷发,核弹爆炸就会产生冲击波 这种波以因素从爆炸点向外推进,其破坏力相当强大 距爆炸点距离较近的地方房屋和树木都会被摧毁和折断 比如前段时间,汤家火山爆发时,产生的冲击波环绕了整个地球 这个冲击波在整个太平洋以及大西洋部分地区都引发了海啸现象 汤家火山制造的环球冲击波是人类首次实施观测到的 环绕整个地球大气层的冲击波,这种冲击波足够巨大 但是和本文要讲的冲击波相比,却可以小到忽略不计 因为本文要讲的是一个宇宙天体级别的冲击波 天文观测数据显示,这个冲击波长达650万光年 正面冲击面积大如60个银河系 至今仍在以每秒1500公里的速度扩张 这四个天文发现,来自于德国汉堡大学主导的 一个国际天文学科研小组 他们使用南非的Merkat射电望远镜观测到 这道正在快速推进的巨大冲击波 其位于距离我们八亿光年外的阿贝尔3667星系团 天文学家们认为这是迄今为止 人类观测到的长度最长,规模最大的冲击波 从其源头来看,这股冲击波已经向外扩张了650万光年 冲击波正面扩展面积相当于60个银河系 前锋的推进速度可达每秒1500千米 一小时就扩张540万公里 多项数据都让人看为观止 一个冲击波怎么会这么巨大呢 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科学家分析认为 这个巨型冲击波是星系团合并的产物 也就是说在多个星系撞击到一起时 产生的巨大爆炸中形成的 星系都是宇宙中的庞大天体 比如我们所在的银河系 它是一个棒旋星系 其直径高达16万光年 其中有着多达1000亿至4000亿颗恒星 更有无数的行星 卫星 小行星和星云等 总质量高达太阳质量的8900亿倍 而银河系的邻居 仙女座星系的规模 又比银河系大了一倍 本星系群中最大的M87星系的规模 又是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相加的好几倍 如此质量的天体 当然也有着强大的引力 天文学家们早就发现 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正在相互靠近 大约在20亿至40亿年后 这两大星系将会撞击到一起 而实际上 很多星系 本就是更小星系相互撞击结合成的 我们所在的银河系 就被认为是数百个较小的星系 汇合而成 所以 星系的碰撞与合并在宇宙中 是很平常的事情 而在星系团合并的过程中 恒星间的引力场都会改变 个别恒星等天体会撞击到一起 黑洞会撕裂一些 恒星等天体 星云等天体 还会与星系高温等离子体相互作用 所以 当星系撞击在一起时 也可以看出 这两团巨大的能量撞在了一起 于是就会产生冲击波 而当拥有许多星系的星系团撞击在一起时 那冲击波的规模当然也会更大 阿贝尔3667星系团包 还有至少550个星系 这样多的星系撞击在一团 肯定会激发出规模巨大的宇宙冲击波 形成一种壮观的宇宙天下 研究者们还通过观测发现 这道冲击波拥有非常复杂的结构 其中 某些部分有着类似加速器的功能 能够把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的幅度上 这种加速粒子的能力 让研究者们也大感出乎意料 而之所以能发现这个冲击波 也是因为这些被加速的电子 在穿越磁场时会在射电波段上 产生长波辐射 而射电望远镜是可以观测到 这种长波辐射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